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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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很多事情都要有安排有计划 我觉得这样谈人还挺累的 我们俩都是外地的 他毕业后想去哪里 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答复 让我非常不理解 我还没毕业就让我决定未来的事情 我做不到 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些自由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周 22岁 来自浙江销售 有请小周 有请 女嘉宾小李 21岁 来自辽宁 学生 来 有请小李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你好 我来自浙江 目前在上海工作 主持人好 我叫小李 来自辽宁 沈阳 在上海上学 你在上海工作 你在上海上学 两位是在上海认识的 是吧 对 是的 怎么认识的呢 因为我在工作了 然后他还在上学读大学 他偶尔周末的时候 会出去做兼职 就是有一次我公司在做活动 他在那里做兼职的时候 就是认识的 因为刚好那时的后 他是分配到我的区 就是我算是他的领导吧 然后就对他的第一印象 就是我们双方就是感觉挺好的 要了联系方式 就是加了微信 后来就是聊得还可以 然后就在一起了 谈了多久 谈了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 现在肯定出了一些小问题 是 是 什么问题啊 就是我觉得他吧 就是平时的时候爱乱花钱 花钱比较大手大脚 这个怎么个花钱大手大脚法 他买的都是一些 就是名牌包包 衣服等等 都是一些价格比较贵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已经接受不了 就花谁的钱啊 就是我也不是花他的钱吧 我感觉大部分 还是花我自己的钱 然后他 你的钱是谁的钱啊 就是我自己 平时周末兼职 还有我就是生活费嘛 平时吃什么的都比较少 就不吃 就还减肥嘛 正好 然后我就省着这些钱 买这些东西嘛 我觉得也没啥 因为我花自己钱嘛 也没花他钱 然后他就老跟我默道 说老买这些不好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有可好了 一开始给我买零食嘛 就根本就不是那种 不不不不 买零食和买包包 是两个概念 但是就是买 就是对 就是买零食成包成包的买 就根本就不在乎这些钱 你这么跟我说吧 你一个月大概花多少钱 也花不了多少钱吧 就两三千这样 等于在上海一个月 花两三千块钱 读书是吧 就是因为我平常就是 在学校吃饭嘛 然后平常一天吃个早饭 然后中午饭 就吃点小零食什么的 然后晚上也不吃饭 你是在乎他买包 还是在乎他不吃饭买包啊 有一次我跟他出去玩出去逛街吧 然后他在街上看到一件 就是比较漂亮的衣服嘛 他跟我说蛮喜欢的 当时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 就说你喜欢你就买呗 对吧 然后当时也就真的没想到 他就真的去买了 因为那件衣服也是 确实是挺贵的 后来的话 他自己就是买完这件衣服之后 那个月 他省吃钱又不怎么吃饭 吃饭都舍不得花钱 然后才去买这件衣服 我觉得你这样又是何必呢 对吧 我看他自己就是没钱吃饭 然后我自己又看不下去 我到时候又给他赚钱啊什么的 男生实际对这个女生的 消费的观念不太能理解 是这意思吧 不在于他是不是 花钱大手大脚 他是不太理解 他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为什么不吃饭 要买那么漂亮的衣服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好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吗 就是他一直都觉得 可能我比较死板 他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吧 就紧紧有条吧 虽然是好事 但谈恋爱这个事我觉得 没有必要就是那么死板 比如说我俩出去逛街 就是约会嘛 然后他必须 我们俩十点必须到那儿 然后十一点钟必须吃完饭 然后十一点钟看电影 看两个小时电影 就是几点钟几点钟都规划 特别清楚 我觉得谈恋爱就没有必要这样 就太累了 就是我之前是当兵退伍的 哦 然后就是可能 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吧 我的做事风格 就是一向以来就是 是这样就是 喜欢提前把事情安排好 就是安排得井井有条 挺好的 对 有规划的 有计划性的 我的生活方式现在 就是习惯性这样了 但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吧 就是比较喜欢自由一点嘛 就是谈恋爱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两个人能放松 然后能开开心心的 刚开始的话 我觉得还挺靠谱的 后来就是每回都这样 你是觉得很约束吗 是 就觉得特别拘束 我跟他在一起 他是属于那种自由型的 还是自由散漫型的 你客观评价一下 我觉得他是属于那种自由散漫 这肯定是有冲突 你指的自由散漫是指什么 比如有一次我提前就是问他 对吧 我说这个周末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 对吧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说 那周末在学校有事情 然后去不了 我后来就约了个客户在吃饭 然后就当天 跟客户在吃饭的时候 他又打电话给我说 叫我陪他去看电影什么的 对吧 我说我没时间 我现在在跟客户吃饭 然后感觉就 怕他姓氏他也不回 然后打他电话也不接 就感觉他有 生气了 闹小情绪闹脾气了 就是那天吧 本来我确实是有事 我老师叫我回去有事嘛 但我没想到 就是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然后10点 11点钟那样就结束了嘛 对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要不然 那个咱俩出来呀 然后我说中午的话 吃个饭呗 他说不行 中午没时间 我说那下午呢 下午也不行 下午要跟另一个客户 我说那晚上总该有时间了吧 然后他说晚上也不行 晚上约出去了 我就 就是去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他把一整天的时间 都约出去了 我感觉是 他根本就是太在意他客户了 根本就不在乎我 但是我希望你能想一下 我每天这样出去工作上班 我都是为了谁对吧 我每个月要交房租 然后我 不然的话 我不去工作上班 我怎么带你 每次带你出去玩 出去吃饭 看电影等等 我希望你能想一下 不不不不 孩子你不能这么说这话 你自己不花钱啊 我自己的话 我还是为了自己嘛 因为我个人就比较大男子主义嘛 就跟他一起反正 你还承认你大男子主义啊 每次跟他在一起 我都喜欢就是 他说什么 我来付吧 我来付吧 我都是抢钱就是跟他付 就是我比较 我不希望女方花钱 就是我真的比较这样 但是我每次 反正我也尽力就是 能承担一点 就是试一点嘛 因为我毕竟 我也说没有什么兼职啊什么的 今年大几了呀 今年大三 大三了 明年毕业是吧 是 毕业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他在上海工作 有打算吗 这个说实话 他也问过我好多遍了 因为我真不知道 我应该怎么样 我爸妈吧 就是也特别希望 我回老家那边 然后我爷爷奶奶 年纪也大了 也希望我回老家那边 但是我学这个专业吧 就金融方面嘛 留在上海其实也挺好的 所以我这个就比较纠结 但是因为我现在才大三嘛 然后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 就是考虑这么早 我就考虑这个事儿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真的确定不下来 你怎么想啊 其实主持人 你刚刚问的问题 也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平常时候一直问他 我就说你明年就毕业了嘛 对吧 然后你是毕业后 想找什么工作啊 是在上海工作 还是回沈阳那边啊 然后他一直没有给我 准确的答复 都是说到时候再看吧 再说吧 现在还早明年才毕业 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 所以我希望他能 今天能给我一个 就准确的答复 就是毕业后 是留在上海还是回沈阳 因为他问我嘛 然后我就想 但是我觉得真确定不下来 因为 想帮你问问啊 咱反问一下 你能为他离开上海吧 我的话就是 我是之前高中毕业之后 就是当兵了 然后他是现在在读大学嘛 我的学历就是没他高 因为江浙户嘛 就是离上海也比较近 上海是个大城市 就来上海发展了 就是到现在的话 就是工作也一年多了 然后就是事业差不多 算是刚稳定下来 我如果去他那个城市 我觉得我就是 好不容易在上海 就是开始刚起步 所以去他那城市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他 找工作那么好找 这个你们交流过吗 平常 平常的时候我问他 反正他都是说到时候再看 就是一直没有给我答复 对 大男子主义 还不好意思开口呢 其实问题 现在这么一问 就基本摆在这儿了 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关系 是不是需要 对未来有那么大的担忧 至少我们从这一点 可以看出来 小伙子是认真了 是吧 是真想跟这个姑娘 有个什么结果 是不是 好了 接下来就问问老师吧 一起进入 新养APP 丘比特问卷 周青老师 我觉得你们可能 就是这种生活当中的琐事 并不是最关键的矛盾 还是现在到底何去何从 到底去留 就是女生的去留问题 可能是最困扰的 你会特别听家里人的话 你觉得他们对你的这个意见 对你的这种把控会很强吗 你会遵循他们的意见吗 我就是肯定也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但是我自己也会考虑一下 就是也是主要靠我自己吧 我觉得就是 其实你还是有自己想法的 如果你坚定你的想法 家里人不能左右的是吧 那我觉得这个事其实就好办了 男孩你应该就挺有信心的 你留住他的心就留住了他 对不对 我觉得你没有实际性的矛盾 最主要的就是要在上海这样一个 节奏非常快 竞争很激烈的地方 扎下根来 所以我希望这个男生能够 更加的去拼搏 找到属于你的未来的一片天 这样才能够给女孩更多的保障 我觉得对你们未来会更好 好吗 为爱学习吧 谢谢周老师 谢谢 来 徐总 我觉得两个孩子通过你们的对话 感觉你们性格完全相反 女孩是一个很随意 她其实自己现在享受 正在享受校园的生活 然后爱情那种甜蜜 没有想太多 所有的决定都可能很随意性很强 而男孩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人 他所有的计划性强 有条不紊的 其实你们俩在一起 这种性格是互补 但是我们现在在想 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 女孩说我才大三 我现在不需要想大四 面临毕业之后的选择事情 男孩这时候 一定要让这会儿 他并不愿意去过早地 步入到那个阶段的人 去面临这些问题 其实根源就来自于你的不自信 因为你太过于有计划 你已经可能把三五年后的事 都规划好了 所以强迫地要求人家 你现在必须要想这个问题 然后给我一个决定 并且为此这个决定你要负责 这样女孩就会感觉非常不舒服 而女孩呢 你虽然是今年可以不想 但明年一定要想 这个决定迟早要做的 那为什么不想想清楚呢 其实爱情很重要一点 它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我们在不确定中 要给彼此双方一个确定性 那就是逃避不了 必须面对想清楚了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清楚了 来 珊娜老师 先来说男生 你一直在强调你的消费观如何如何 你的生活方式如何的规律 安排得紧紧有条 不一定你的就全是对的 也不一定他的这种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态度是不对的 但是这就看两个消费观不一样 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能不能磨合和配合 那磨合和配合的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爱 如果你真的爱他的话 你愿意接受他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然后调整你的步伐 女生也同样是一样的 你如果真的爱他的话 你也愿意为了他配合他的步伐 调整你的一些状态 就达到两个人都相互配合默契的程度上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你们现在一直都在考虑未来未来未来 可是现在把未来那么多没有发生的问题 放到现在来考虑 是不是忽略了当下的美好呢 不管我们之后是否能够继续牵手走下去 起码我们经历了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点过度担心未来 导致现在的感情会因为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而发生变质 如果是这样 两个人走着走着就丢了 是不是有眼不划算呢 完美的爱情寥寥无几 但是在不完美的爱情当中 我们可以创造完美的自己 让两个人在一起开心 舒服就好了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山大老师 来 图老师 如果说你将来要留在上海 从事你金融的专业 无论做好做坏 你都愿意付诸努力 那就应该勇敢的做自己 你们两个都应该勇敢的做自己 只有做好了自己 在事业和爱情上 才有可能更多的了解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是什么人 你看每个人在恋爱初期的时候 脑海当中都会有一个轮廓和模板 我大概要找什么样的人 但是当你事实上发现一个完全跟你的模板不同的人 你却偏偏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 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而恋爱就是一个帮助自己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勇敢的做自己 不要为将来所谓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而烦忧 做好了自己 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也逐渐的了解了自己 在工作了两三年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这段感情到底适不适合你 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你 到那个时候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而不用在这自己去猜 自己去想 明白吗 您现在如果非要孤在一起 非要给对方许一个将来 其实到底是限制了自己对自我的了解 和对将来的发展 你们现在就放开心去谈恋爱 做好自己 如果你不想留在上海 你想自己拿定主意回去 你也可以回去 只是如果产生的思念 自然还会相聚在一起 如果这种思念 不足以让你们有勇气 再次迈过千山万水 再汇聚在一起 也可能这段感情就逐渐的消大 这就是自然而然 好吗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图老师 好 谢谢图老师 别人是被事儿推着走 我觉得你们谈着吧 多好啊 男生也别那么优私 抓住自己能抓住的事情 那些抓不住的事情 用心去做 不强求结果就好了 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去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最后我就是想说 我是真的真的很希望 你能留在上海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我可以等 等你哪一天想好了 你再来告诉我 我想要好好地和你在一起 我就是之前 你也没跟我说过 你就是这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 觉得这个事儿 就是这么让你难过 然后也让我挺难受的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 我能不能留 还说了 让你们现在好好地谈恋爱 那个事儿交给时间 自己去解决 行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是由 海伦凯乐眼镜千面系列 大力支持 本节目由真正有效的皮肤管理专家 新养APP特约赞助播出 好了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想念的 无论 谁让我们道别 都不在家 我会使你 我会从容你 谁要欺负你 就是小伙子准备去沈阳了是吧 是这意思吧 我们正在考虑 老师刚才吧 别轻易做决定 想了一下吧 先别管未来 先过好心态吧 然后就是先为了他游在上海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要变美就上 来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来来来来把这礼品送给你们 谢谢老师 好好谈恋爱啊 祝你们快乐好吗 谢谢老师 好了 你至少看到了 他们想要好的那颗心 我们祝他们珍惜眼前 抓住他们想要的幸福吧 好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一辈师爱情老闲剑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我男朋友谈了410天了 我们的感情基础特别好 我们分手过三次 第一次是我提的 他找我夫和我们又在一起了 第二次呢是他提的 但是他冷静几天之后 我们又和好了 第三次我们又吵了一下 后来闹了很久 转天早上他就说了分手 而且这次怎么也和好不了了 他说已经回不去了 但我们都特别爱对方 我说过我要等他 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等 这个等待是有意义的 还是没意义的 你说你们的感情基础特别好 但是你们却在一年之内 分了三次手 是不是你单方面地认为 你们的感情基础非常好呢 从你的问题描述当中 我并没有看到 你们的感情基础好在哪 并且男朋友现在已经去意已决 所以到底该何去何从 你心里应该有数 不要再强求了 祝你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 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诗药保湿 伊贝诗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 那伊贝诗海绵霜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 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